有道是想什么就来什么 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上个月前进来公开宣称 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是一道美丽的分景线 对于这种极其恶毒的言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直接回对回事 我们希望这样的分景线在美国越来越多 现在这种美丽的分景线在美国纽约出现了 据美国商业内部网站小队 单地时间10月1日晚70许 数百名示威者轴上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街头抗议 当晚示威者举着标语轴上街头打扎公交汽车 还对着纽约警察局内的警察大骂盈亏侮辱形成语 示威的直接到火索11段视频 视频写示纽约警察在逮捕一名黑少年时 使用了过度暴力说白了就是殴打了这名少年 这个少年名叫马歇尔年仅15岁 他被控袭警拒捕捞乱治安等罪名 马歇尔和他的父母否认了警方的指控 正当时他实施在站台上找背包 莫名其妙地就被警察打了抓了 当然事情还不仅如此 示威者的标语上还写着贫困不是犯罪 我们的地铁需要更多的钱来购买电梯而不是警察 去你的2075美元票价等等 这反映的是不少人对纽约地铁由来已久的怨气 一方面觉得地铁票价贵 另一方面不瞒宁约警局最近决定新增500名警察 以打击在纽约地铁破为残绝的逃票行为 一位抗议者当天对着纽约邮报表示 马歇尔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道场 我的意识是自太可怕了 我的税金将用于尺吗 这没有道理 可见纽约这却大规模的游行抗威 实际上具有两重性质 一是抗议警察暴力制法 二是抗议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还真是要警察打击低收入人群的逃票行为 那么他们的示威活动 在美国社会是不是被支持或者是鼓励呢 纽约警察是不是也遭到谴责呢 事实上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纽约警察表达了无比坚定的支持 但不管真言 我们都不能否认的是 如今美国社会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那么最近美国频频出现美丽风景线说明了什么 在我看来这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美国经济增长压力增加 社会矛盾有激化现象 终于能高估美国经济 但对美国经济 我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的压力是很大的 这一点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都没有改变过 另一方面 由于美国在金融领域的能力和货币霸权 使得美国在政策上是有空间的 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因为美国而发 但最倒霉的那些国家中却根本没有美国的根本原因 在奥巴马任期折磨 美国的经济压力本来已经很大 到了特朗普上任之初更是录制 特朗普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大幅减碎 由于减税幅度的确很大 当时我就分析出 一方面这的确能够支撑美国经济数据向好一正 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制造新的更大的问题 其中美国就必须让股市保持高位 否则一旦资产价格下跌太多 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债务危机 但是我还强调说 美国减税很难支撑两年以上 现在这些当初的判断基本都应验了 美国今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长年化只有1.9% 如果美国再不赶上其经济状况 这一数据还将继续下缓 在中美贸易战的过程中 美国为什么一再变管 又一再地重新地重启谈判 根本原因就是在于 无论是美国的经济 还是特朗普的大选都支撑不了太久 所以这个谈判 哪怕无法达成全面协议 中美双方大概率也是会有成果的 没办法美国经济和特朗普大选都需要 反观中国第三季度的GDP水澜 依然有效法 但真数仍然达到了6%的水平 这比美国要强很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 谁更撑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的内部社会粘力 也是比蓝会增加的 社会矛盾随时出现 局部爆发将是常态 如果美国经济接下来不能稳住 这种美丽风景象将会更多 而美国两党护士 必将影响国内社会经济生态 目前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弹劾特朗普的决议 虽然这次弹劾成功概率虽然不是很大 但证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两个党的护士力度增加了 美国国内的内部政治斗争形式的加剧 在我看来 比蓝会带来一出小国 直白说就是这种政策成面的斗争 会向社会生成蔓延 冲而导致社会矛盾容易激化 冲而影响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生态 上全球局部暴乱冲突战争将会增加 美国不断地出现美丽分井线 其实并不仅仅是代表美国的状态 而是代表着全世界的状态 美国处在全球经济链条的最顶端 最顶端国家尚且录制 一些普通国家实际上已经撑不住了 委内瑞拉就不说了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 美国一直在谋求颠覆马杜罗政权 若非俄罗斯与中国力艇 委内瑞拉找一高材晃代 哪怕是拉美国家发展最好的智力 人均GDP高达1.6万美元 是最接近发达国家的拉美国家 但最近智力首都进来 因为地铁涨了三毛钱的票价 而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发达国家如韩国 率全就爆发了50万人的大游行 说是反对文在寅 实则是经济发展的不理想 伊朗反向美国对伊朗的施压 也越来越强 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 当前的世界不太平 这种不太平 重有根本的原因是 全球经济发展的情况都不太好 就是我认为 接下来全球局势不会轻松 局部的暴乱冲突战争都会不断增加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将不会很太平 特别是在美国重新开始 新论矛盾对外转嫁的时候 当前的情况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美国 美国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正确 直接带来的只能是世界的乱举 为了转移自身的问题和压力 美国会想办法在世界范围内 制造混乱颠覆他国 譬如中国香港的暴乱 虽说深层次的问题是香港自身问题 但背后就是美国在支持 其目的就是想借颠覆香港而颠覆内力 冲而迫使中国签下对美国有利的协议 当然那美国人没想到这是香港就是乱成一锅粥 那也是只是香港乱对内地没有产生示好影响 美国的那一套最终必然是瞎着点灯百费辣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逗路中国 所以未来美国为专家置身问题 而颠覆他国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 美联储率前又降息了今年第三者降息 频频降息意味着美国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宽松了 如果这一轮宽松不能吃起全球经济 进入一个较为良性的挣扎状态 那将会是在局部引发恶性通胀 这就会引发新的社会动荡 以及市役动荡 所以接下来的现实情况是 美国政府是不是会展开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 如果不是那么接下来上述问题必然出现 当然美国也不是完全能逃得过 中美贸易落实能够妥协 大家接着合作起来 世界经济向好因素会增加 反正如果美国是出额反额不停折腾 那朝阳的将是全世界 不过对中国来说经济抗压能力在不断增强 虽然中国也有压力但整体保持稳定 在这方面中国经济的稳定程度会高于美国 在日子自由的理论 看到这方面就像男人,对对对对对 人专 Three 相信老职 第三 网顺 letzte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